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H&N的Yan Yan 又來到我的Lisa Eldridge的唇膏系列 我也猜不到我竟然會把這件事做成一個系列 事不宜遲 看看我的unboxing和測試 急不及待 我收到這個從電郵 DX也送來的 一開一盒 Woohoo!Lisa Eldridge Woo! Woo! 好漂亮啊! 好漂亮啊!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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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相機有點想倒閉 咦!有張貼紙送的 對 你看看 好像在哪裏都很難撕的 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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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這個 這個袋 這個袋 不得了啊 這個袋 就是它的唇膏 有唇膏 一支唇膏 一支 一支 一支唇筆 一支唇筆 這個是光 這個就是True Velvet Colour 還有一枝Lip Pencil 其實Lip Pencil我很少用 不過就儘管開來看看 先開一枝Lip Gloss Lip Gloss是全新產品 它就應該沒有了 單獨買就沒有了 我本來想買一個Lip Gloss 不夠快 就搶不到 嘩 好大枝 好厚 正 這個袋真的很漂亮 這個是Velvet Beauty 是它的新顏色 水不高就是一罐雅金色 都是Velvet的 咦 它沒有了那個什麼 它以前在這個 唇膏上是有一個Lisa Eldridge的印 現在是沒有了的 我們試試看 非常滑 顏色 一枝唇筆的 你看這個咀嘴 有粒麥的 嘩 它有說過 這個筆頭很緊 因為怕它會乾 嘩 真的拎不開 嘩 開不了 嘩 它有說過很緊 嘩 行了 嘩 真的很緊 它裏面還有一層 所以絕得很緊 嘩 很奶油 這個 Lip Pencil 跟Lip Gloss 比較近 另外 今年這個 是綠色 它好像也有藍色 補藍色 我就選了綠色 這樣 就很慳家 我剛才買了 Velvet Dragon 其實也不是省家 因為沒有貨 好像很適合東方人的顏色 所以它好像有點橙橙的 所以我試一下 Velvet Dragon 先看看 噠 evident 噠 對 它說是七氣的紅色 那些是日本的 紅黑碗裏面那種 那種七氣的紅色 很漂亮 明天我試這枝 unbox到那麼多 Yeah! Velvet Dragon 首先試試她的唇膏 她說很潤 是不是很顯色 很肥的 很肥的 還有你看她裡面 是有個 不知道 我覺得她的頭很肥 很有趣 而且不是直的 有點扁扁 即是發開的 不知道該怎麼形容 果然很潤 我本身的唇唇 邊緣很深色 我想試試她就這樣 Lip Gloss 和 Lip Liner 我發現其實我沒有鏡子 其實我最喜歡不用鏡子 塗唇膏 因為很懶 試一下加一點 神仙 其實是 但是呢 Evn 三眼 本身是很深色的神仙 不知不知道 也挺漂亮 我把鏡子再加多一層 對 其實很鮮艷 其實很鮮艷 不過我很久沒塗過這麼亮的唇 所以其實我今天想做這個 Ware Test Set 是給 那支Dragon Dragon 什麼 你忘記了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七氣紅 其實它 如果是 我最喜歡 隨便塗一層 撕鬆它 嗯 橙橙的紅 很漂亮 我們隨便 好像很噁心地 撕一層 然後呢 印了它 印乾它 然後呢 再上一層 在中間 然後呢 不過呢 現在常常戴口罩呢 其實呢 塗唇膏就是 給自己看的 現在呢 早上十點半 今晚回來看看它 會不會掉色呢 Hello 那麼呢 現在就是晚上的 九點鐘 我已經塗了這個嘴唇 差不多 不超過十一個小時 那麼 哈哈 眼線就融光了 嘴唇都融得七七八八 剩下 還有少少顏色 又不是 脫得很噁心的 所以呢 所以呢 我今天吃過午餐 晚餐 喝了幾杯咖啡 都會在杯邊有些顏色 脫落一些杯邊 但就不是太嚴重 不是大大個紅唇印 就是這樣 顏色就很漂亮 我自己很喜歡 再看看袋子 真的 好美麗 好像還有少少貨 因為它這次出了很多collection 所以我留個link在樓下 就有興趣自己去看看吧 那這次就是這樣 下次再見 拜拜